这里是被黄河环抱的阿尔多斯 穿越四季 看到灵讯期的黄河 迁徙而来的候鸟 听到遥远的歌声 铿江的马蹄 这里有浩瀚的库布吉沙漠 有阿尔巴斯陡峭的山羊 有荒芒的原野 也有栖息于此 分离生活的无数生灵 黄河所赋予的憨直 造就了阿尔多斯人 对自然的善意和真诚 东去春来 这片大地还将生生不息 这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沙尘暴 袭击图克镇的第四天 牧民阴索家的安格斯母牛 刚刚生了一头小牛 但是它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主人打电话请来了兽医 苏勒德是兽医队的队长 海山是他的老搭档 农牧区地广人稀 各家客户相隔数十里 苏勒德寇听牛类 倒数一至三类间 听到了钢管音 牛在产后出现这种声音 极不正常 苏勒德诊断 母牛的皱位有了击食击杀 如果再不进食 产后的母牛会更加虚弱 这种情况需要赶紧手术 但费用高达一千多元 更糟糕的是 这种大手术 图克镇受益队做不了 请来更专业的医生 需要用四个小时 但很显然牛等不了了 苏勒德只好请退休的师傅出山 师傅擅长使用土办法 治疗疑难杂症 实际病情让师傅也发了难 经过几位受益的会诊 师傅决定马上给牛做胃部穿刺 果然 母牛的皱位有击杀 这意味着 母牛正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师傅建议马上给母牛推拿 但是推拿的风险在于见效慢 一旦失败 母牛仍然面临死亡 受医们用推拿 的方式帮母牛矫正错位的肠胃 预计在母牛腹腔的气体 终于排了出来 受医队尽了全力 母牛的体力也已经耗尽 接下来只能靠他自己 苏龙嘎和吴云罕 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专业的实习生 他们跟着图克镇兽医队完成一些助手的工作 半夜十二点 受医服务队接到了一个出诊电话 八十公里的路程 他们走了三小时 实习生们很兴奋 他们非常珍惜每一次的实战机会 刺激烈的挣扎让诊断十分困难 雨水让牛的皮毛变得湿滑 检查结束 这头牛其实只是简单的食欲不振 灌点药可以让它恢复得快一些 每年的三到五月 是牲畜繁育和患病的高峰期 这个时间兽医服务队最忙 灌曲宠药每只羊一块钱 预防新包炎每头牛十块钱 绵羊剖腹产手术一百五十元 接下来还有近两百场手术在等着他们 兽医本科毕业的学生 兽医本科毕业的学生很少回到农牧区 兽医队的工作又脏又累 兽医本科毕业的学生很少 请收看第五十元 农牧场 怕耳术 有一点儿声的 不认为 让人发现 可不是 然而不是 你演的 这是 是 目的 有点儿声的 我愛你了 这人 我记得不懂 这人的血彩都要吓得很 Rais 身边是有試 一隻難產的牡羊 正在等待收醫隊的到來 這隻牡羊是主人家的功勳羊 它已經產下三對雙胞胎 這次牡羊的肚子裡 只有一隻羊羔 但是沒想到牡羊的狀況 突然惡化 因為牡羊羊的狀況 接生耗时越长 羊羔存活几率越小 手术已经不可避免 九部上手的战长也参与了进来 绵羊是一种极其胆小的 当它感到危险或受到伤害 会进入一种强直静止状态 越疼痛 越麻木 出发生的方法 新闻节目 小羊死亡 子宫破裂 母羊面临感染的危险 祕 compassion 子宫破裂 也第一次进去 解放菜 哇一关 苏隆嘎努力给母羊做人工呼吸 手术已经结束 现在能够帮助母羊的只有她自己 好 好 最终牟羊停止了呼吸 这一次受衣服对温稳畏惧 今天是一个修力量的 小后来继续 接下来会给大看 有远向大开 这下来会贷 因为我们的成功 还可以购买 快累 不要习惯了 爹 这三个小的时候 有 不意 另一天 可以 你算不清 我是 有 功率 我去 我在一圈吧 M1 M1 蘇勒德得到消息 殷索家的母牛已經恢復了飲食 她決定再去看看 她們要去看 她們要去看 妳就有看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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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眼睛 我去看 這裏 蘇勒德與吳云涵順利完成實習 回到學校完成了一篇 牛创伤性胃腹膜炎病例治疗的论文 又一轮防疫工作已经开始 苏洛德和海珊的脚步从未停止 患上疑难杂症的牛羊 没有一天离得开兽医服务队 殷索家的安格斯母牛 在主人的悉心照料下彻底康复 在草原只要兽医对来了 牛羊和牧民的救星就来了 牧羊人呼春 一年到头只有两次能见到自己的羊 一次是春节前 因为很多人会来买羊 一次是入夏时 因为要抓羊绒 绒可以卖钱 卖 其他时间 护春的羊就从他眼前消失了 在俄尔多斯的阿尔巴斯地区 所有牧羊人都有这样的安排 现在眼看天热了 该把羊找回来抓绒了 护春今年二十九岁 还远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牧羊人 阿尔巴斯白戎山羊 爬山跳石如履平地 方圆几百公里的山地 都是他们的牧场 要找到他们实在不容易 每年抓羊绒的时节 棋里会举行一年一度的 中阳大赛 在呼春的羊群里 有一只公羊十分漂亮 名叫乌胡娜 呼春决定找到乌胡娜 带他去见见世面 呼春找羊用的是无人机 在连绵不断的乌人都西山 他能看到的范围 真的太有限 连续换了三块电池之后 羊仍然没有找到 父亲今年在最高的山顶上 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三百六十度转向 可以看到方圆十公里的情况 如果找不到乌胡娜 就会错过明天的比赛了 呼春只能按照摄像头指引的方向 开始搜索 四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呼春本来是学油画的 擅长画摄像头 擅长画莫奈的印象派 有时也会临摹一些 轮博朗的人像 现在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画笔了 然后再次看搜索 一片白色的羊群出现了 护春认出了投羊身上的标记 它就是乌胡娜 这两个 parenth肠自然限制 中为一格走 大雪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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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 风惯了的吴胡娜并不想坐汽车 草原母亲在孩子出门时 总会养起圣洁的鲜奶 祈求平安吉祥 这是胡春第一次参加 厄托克奇的赛阳大会 吴胡娜也是 他和其他参赛选手 一起等待比赛的开始 工作人员会把参赛 种羊的羊绒 取样登记 输入电脑 测量打分 评委对吴胡娜的参赛资格 产生了怀疑 吴胡娜刚两岁 还没有成熟 他并不被看好 全球最名贵的羊绒 出自阿尔巴斯白茸山羊 纤维长 手感软 光泽好 有着纤维钻石的美丽 这种羊的唯一产地 就在厄尔多斯厄托克奇 吴胡娜从来没听见过 这么多声音 他盼着这一切 快点结束 本届大赛的第一名 是阿尔巴斯苏木的公羊 阿斯愣 三轮颁奖都结束了 呼春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吴胡娜除了一朵大红花 什么也没得到 他只想回到他的大山里 哪怕再坐一次汽车 呼春有点失落 他决定回去好好养着吴胡娜 明年等吴胡娜三岁了 他俩再来 库布奇沙漠 是阿尔多斯境内最大的沙漠 千百年来 这里的人们 一直为干冷多风的气候所苦 风沙一步步吞噬着草场和农田 沙尽人退 因为没有水 沙窝里的人过着最贫穷的生活 紧挨着库布奇沙漠的 就是黄河 每年长达一百二十天左右的灵讯 给沿岸百姓 带来了灾害风险 2008年 杭锦奇河段 发生了近四十年来最严重的灵讯 黄河决堤 灵水肆虐 成千上万人受灾 一边是荒漠化造成的贫困 一边是灵讯造成的灾难 沙害和水害 成了人们生存最大的威胁 直到2014年 当地启动引灵入沙工程 每到汛期通过分灵饮水 将黄河水引入库布奇沙漠 从此死亡之海 哭不齐 变成了沙漠绿洲 老满 曾经是被沙漠逼走的牧民 现在他回来了 就生活在黄河水灌溉的绿洲里 令他难以置信的是 引黄入沙井两年 这片曾经的布毛之地 就变得水草丰美 形成了近100平方公里的湿地 有20多种水生植物恢复生长 10多种水鸟来此栖息 望着这片好水 聪明的老满有了主意 他居然在沙漠里养起了螃蟹 老满养殖的螃蟹 属于中华融翱蟹 一般生活在南方温暖的水域中 温度越稳定 生长越快 但是沙漠里的水 昼夜温差大 这里生长的螃蟹 体型偏小 正赶上8月15 销售螃蟹的旺季 老满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 但连续查看了好几个地龙 螃蟹都太小了 更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春天下的20万只蟹苗 到了秋天 居然有一半都失踪了 这种短期内形成的新地貌 没有人能摸透它的规律 沙漠里水域庞大 光是找到螃蟹 就不是个省力的活 这片水域的水量并不稳定 水位升高时 螃蟹就会游到别处 水量减少 水位下降 螃蟹是死是活 只能听天由命 老满的那一半螃蟹 也许就是这样失踪的 老满本以为收获量大 能弥补个头的不足 但看起来它失算了 特意从白杨殿请来的两位补蟹高手 也很无奈 这个这个也没有 在沙漠里捕捞螃蟹 这两位师傅还是第一次 咱们也不会下这个东西 找老马吧 找老马找方位 连续三天 地龙里都一无所获 通过观察 师傅决定在另一个位置 重新安放地龙 能否捞到螃蟹 只能等到明天再看 每一次的开闸放水 都会改变这片水域的形貌 变化有时也会带来生机 他们对泉水域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终于在一片水山一米多 水流平缓的地方 看到了希望 行了 补捞成功让老马一年的努力 没有白费 虽然有一半的螃蟹 确实是失踪了 但老马觉得 明年它还可以多头一倍的蟹鸟 正是沙漠里的黄河水 给了它足够的信心 天气越来越冷 农忙基本结束 闲下来的牧民们 开始在沙漠里晒骆驼 地毯关掉 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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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个丰收年 骆驼比赛规模不小 他们骑着骆驼 奔向库普齐沙漠深处 在沙漠里奔跑 牧民们游刃有余 因为这是他们 由来已久的活法 但其实今天 骑在骆驼上的人 命运已经随沙漠 发生了变化 老满是第一次参加赛骆驼 没有任何悬念 获得了最后一名 奖品是一大块砖茬 这令他非常开心 作为沙漠里的牧民 老满做梦也没想到 沙漠里居然能游出螃蟹 新冒出的嫩芽 总会爬上最高的沙丘 老满和他的朋友们 都能再哭不齐 收获幸福 东海新村 黄河达拉特段旁边的 一个小村子 因为离黄河仅仅几百米 村子里的人 被黄河水引进来养鱼 他们养的鱼是黄河鲤鱼 个儿大肉肥 价格还实惠 这两年村子里的人 都靠养黄河鱼发了财 我二财是村养鱼协会的会长 他日常的工作 就是帮助养殖户 买鱼苗 请专家 治鱼病 最后还要跑销售 鱼就是我二财心里 最大的惦记 今天他要去干一件新鲜事 找到村里的赵大俭 赵大俭是东海新村的大艺术家 自治区籍非遗传承人 擅长剪指 远近闻名 我二财在村主任的陪同下 亲自拜访 是为了向赵大俭求一条鱼 这条鱼是我二财 给放鱼节设计的吉祥物 我二财的愿望 让赵大俭有些为难 赵大俭求一条大 都有一点大难 回来再捣 下动手 这种败烂烂就好乱 赶紧用花了 捡一条鱼 轻而易举 而设计一条卡通鱼 它平生还是第一次 放鱼节是东海新村的大日子 所谓放鱼 就是放生黄河鲤鱼 这是当地六月六的传统 他希望村民把自家养的鱼 拿出一部分 放归黄河 他想让村民们和后代懂得 不要一味索取 要知道感恩自然 放鱼节上 要放生六百六十六条鱼 在东海新村 办这么大的活动 堪比举办一届奥运会 会长操碎了心 会长操碎了心 来 拿来 家来来 家来来 打电话 知道了吃了 知道了 这咱们绿绿花生 绿绿花生 瞧见你们一大户站住一下 行的 行的 好事情 你看站住多软 我看吧 一切吧 今天先切吧 不能拿微信转来 我不会 放鱼节的吉祥物 画出来了 似鱼 飞鱼 取个神似 我二才叫来村里的女人们 飞针走线 手工制作 放鱼节当天 你们在做看看吗 为了让鱼活着 必须用最短的时间 打捞和运输 我知道 我知道再淘水不行 大伙看上去都不太着急 对他们来说 捞一网鱼实在太小而磕了 不出意外的话 该出意外了 捞鱼的网被石头缠绕 这不要叫动作 然后都拿住你了 洗牌挂住 最后是头上挂住 上头的下来这个 一番拉扯后 鱼还在堂里 距离放鱼一室 只剩半个小时 央个已经扭起来了 我二才有点着急了 四楼车拉 还有能采出地脚了 用拖拉机硬拉是有风险 不要想拖 小拖啊 拖你的了 绷紧的鱼网 特别容易卡断 搞不好就会鱼死网破 82岁的武会长 和小伙子们一起拉网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说 终于 两千斤鱼总算一网打尽 村民给拉鱼的车 带上大红花 因为他今天要把鱼送回黄河 而不是运去市场 高端定制的吉祥物 也新鲜出地 一条活泼泼的大红鱼 上午十点 放鱼节在东海新村 北边的河滩地上 隆重举行 现在我宣布 六六大宋家 缓步现在开始 放鱼就是把这些 本来要放在餐桌上的生灵 重新放回自然 这些鱼可能从此 就避免了被宰杀的命运 尤其是在东海新村 这样一种形式 显得更具有意义 当孩子们拎着水桶 把鱼放归黄河的时候 可能他们并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模仿着 大人们的样子 把好的传统 代代传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